還有個那個教育部的各位列席的官員 今天能夠排入這一個法案的審查 本席覺得很安慰 事實上本席提出這個經費編列及管理法 在程序委員會被擋了好幾次 那最後終於能夠進來 那我想如果說這個法案 進不了我們委員會來審查 那證明 我們的12年國家的推動 絕對是空包單 事實上教育部的經費 在這幾年並沒有增加 以97年度來講 全國的教育經費是4720億 98年 98年度是4950億 99年度4794億 100年度也不過4876億 而今年呢 我們為了要 其公私利 高中值的學費 可以說 從這個 69億 增加到94.4億 也就是說事實上沒有編列這本預算 我們在今年度要達到這個目標等於是 缺口25.4億 從哪裡來 要不是當時 曹爺 一致 做你們的後盾 恐怕你們第二預約金也排不出來 那個還要自己教育部 東挪西挪 你一定是挪到別的應該用的這個經費嘛 光是這個缺口就25.4億 那麼在100年度開始前面實施 5歲幼兒免學費 總共是增加16億 從100年度的66億 66.4億 增加為 101年度的 82.1億 總共要增加16億多 那麼 內政部 消化了 8.5億 我們教育部也要編7.7億 所以從這個起義高中職 免這個 學會的這個 政策 跟5歲幼兒免學會 總共加起來就有34億 增加的部分 而且是要逐年增加 一年這麼多 兩年就要倍數成長 那麼你要再推12年國教 沒有經費的增加錢從哪裡來 所以當時本席就一再 就提出了這個經費管理 管理法 經費編列及管理法 送到立法院 程序委員會被擋好多次 終於才到最後 去 這個才最後才進入了程序委員會的審查 那麼今天教育部長 在 剛才做報告 居然就是同意本席的版本 所以這早就應該要同意的 這個 即使只增加 前三年決算稅錄的 百分之一 由21.5% 增加為22.5% 也不過增加200億 等一下本席還要請教你 一年的12年國教 到底要花多少錢 然後又增加了 這麼多每年 成倍的 成長的 這一些 新的政策 我們到底要多花多少錢 所以這個經費 這個法案 如果不修正的話 103年這個 包準是一個空包彈 所以本席當然很 很安慰 也謝謝主席 主席今天可以把這個法案 排進來 如果陳主席 今天不排 其實我是準備 下 下週我就是本席就是要排的 那你先排了 我也非常的感謝 我們希望能夠很順利的完成 今天的 這個審查 然後